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代最沉溺于宗教方数的皇帝有两个 明宪宗成化皇帝和明世宗嘉靖皇帝 与嘉靖单恋道教不同 成化时期是一个僧道具性的时代 以李兹兴为首的僧道方式们 不但获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 甚至窃具重要的官职和部门 作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 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台和宦官 后宫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皇帝的家世 方式的机会 成化皇帝朱建深 对方术的兴趣部分来自家族传统 朱元璋战胜陈友谅的过程中 就有树式周巅 铁灌道士张忠辅佐的身影 那个能掐会算的刘伯温 更是大明开国功臣 而宪宗身边的方式 也是继承其父英宗的老班底 英宗曾听到空中有声响 让正一派第四十六代天师 张元吉祈祷 首府李贤写清词 耳濡目染 宪宗即位的当年 就封张元吉为真人 不过 张真人的所作所为 简直让宪宗掩面扫地 他仗着有皇帝撑腰 横行乡礼 强夺民女 诈人财物 私涉刑堂 属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 有组织犯罪 成化五年 张元吉东窗事发 宪宗刚开始还不大相信 专门派官员前往调查 结果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刑部官员一点没考虑张元吉 黑后台宪宗的面子 毫不客气地拟了个凌迟处死 可是宪宗为了留张真人一命 和朝臣打了整整六年的台积 他先是定下了张元吉 斩监后的处理意见 实际上把立即执行 变成了缓期执行 之后刑部要求 秋决的时候 把张元吉一并勾掉 宪宗改为免死 长之白 发冲宿州卫军 还允许家属陪同照顾 此时刑部是真的把握到领导态度了 尚书陆宇索性卖好 奏称应该让张元吉的儿子 来继承真人的封号 宪宗立即恩准 宪宗对张元吉一味维护 表明他对道教方朔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 这和他的家世有关 宪宗宠爱比自己大18岁的贵妃万世 成化二年 万贵妃给他生下第一个儿子 但是为其一岁夭折 统治后宫的万贵妃不能再孕 也不想让别人生皇子 因此宪宗开始怀疑 自己性功能出了问题 其中有三年更是面临老儿无子的惶恐 在这种情况下 宪宗很自然地会对房中术及春药 产生浓厚的兴趣 连堂堂首府大学士万安 投其所好也研究起了房中术 当继妃之子朱又棠的存在被宪宗得之后 万贵妃才不再对怀孕嫔妃进行干预 当年年底 少妃怀孕 宪宗从此对自己的能力和各类方术的作用 有了双重自信并乐此不疲 白死莫熟的张元吉 最终有了免死金牌 而且真人之位还世袭 这岂不是比做官还要滋润的事情 皇帝的爱好让许多方式嗅到了自己的机会 宦官 沟通庙堂与江湖的桥梁 李子醒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式 和今日的大师王林一样 他也是江西人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江西这个神奇的地方 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 地少人多 老百姓想当农民没地 想经商没钱 想做工匠又齿于身份低下 都希望科举入室 但僧多周少名额有限 而术士绝对是另一份极有前途的职业 无需资本投入 又不必放下读书人的体面 还免去经商做工的操劳 干得好了 出入宫廷加工尽绝 至不计也能行走江湖混个温饱 所以江西世人对这一行当趋之若鹜 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的方式 前面提到的周滇 张忠是江西人 给明成祖朱棣 勘定领旨的廖君清是新国人 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 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 为主谋石亨 指明天意的方式万也是南昌人 后来他官至公部尚书 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 也在江西贵西龙虎山 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 世宗嘉靖皇帝重新的道士 少元杰也出自这里 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 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 李兹醒是南昌人 他曾经以布政私利代选京职 后因贪赃事发 断送前程 他没有回乡 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机会 得知献宗好方术 他苦学五雷法 这是一种祈祷术 据说可以治雷语 屈己苦 礼功救人 成化十三年 学有所成的李兹醒 结交宦官良方 钱义 维兴等人 以俘禄进献献宗 得到皇帝赏识 被留在身边使唤 此外 他精通房中术 一砖多能 用今天的眼光推测 李兹醒 大概算是一个懂气象预报的 性心理咨询师 在这个案例中 沟通深宫中的皇帝 和江湖上的术士 出身底层的宦官 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两年后 大概是李兹醒的法术 经常应验 特指受太长城 当时就有御史 跳出来反对 说李兹醒 一个犯了脏罪的虚历 不适合掌管宗庙礼仪 献宗改受他上林院奸诚 可见不是不知道 此人的来路 而李兹醒得官的途径 是成化朝 最被世大夫们诟病的避证 不经力不选拔 停推和不易等选官过程 直接由宦官传奉圣旨 任命的传奉官 他打破了两个常规 一是 避开了世人 通过科举而逝 逐集升迁的正常途径 直接做到七品官 二是 打破了明朝历 难以入官的惯例 继李兹醒之后 方氏邓长恩 赵玉芝 灵忠 顾鸿等人都得到了 献宗的宠幸 当时各路僧道 方氏 工匠 云集京城 这些人都以宦官为经纪人 被推销至皇帝面前 吏部尚书隐民 天天跑到左顺门 后接传奉 按吏 第二天 他要到狱前去补揍 后来 连宦官们也觉得他烦 叫他接旨 守官即可 不用再走常序 虽说看上去 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 但是 县宗对李兹醒 极其信任 上次他经官 法剑 以及可有忠贞和侄 妙物通微字样的 印章两枚 准许 密封奏请 有关朝政事宜 李兹醒 勾结梁芳等太监 又以万贵妃的兄弟们 为外援 在皇帝的指示下 开始赶予正事 成化十七年 他升任又通正 通辽王场 看不起他 欲知无家理 李兹醒 向宪宗告了欲状 王场被贬官 自此之后 李兹醒 主营 跑官 卖官业务 操纵官员 升将的神通 也愈发的灵验 俨然 幕后 力不尚书 蓬党政治的始作俑者 李兹醒颇有家乡情节 他在皇帝面前拖延神将 说 江西人赤心报国 要求宪宗重用江西人 江西安夫人彭华 被他推荐入阁 江西永新人刘夫 官至 有读御史 江西安一人谢一魁 官至 公部尚书 都是投靠他 得以升官 以李兹醒为领袖的 江西帮 引然成形 要想作文 幕后力不尚书 那么 前台力不尚书 总是自己人 隐民虽然 在力不二十多年 陆路无为 被民谣称之为 尼肃六尚书之一 但总归是碍眼 江西太和人 引直 当年寄予礼部侍郎 可是 引民推荐了他人 引直靠皇帝 直接下旨 才得如愿 引民见引直出言相机 公所未见 在地心者 两人由此结怨 后来 引直在南京立部 幼侍郎上 干了八年 想回权力中心 却总被引民挡路 他走了老乡 李兹醒的门路 才被皇帝召回 当上兵部侍郎 彭华 李兹醒 引直三个江西人 联手 首府万安 构陷引民的儿子 逼引民 告老还乡 继任的 立部尚书 耿裕 不为万安所喜 李兹醒再进谗言 耿裕被贬到南京 立部尚书 换上了江西封城人 李玉 长袖善武的李兹醒 又在宪宗面前做手脚 把兵部尚书 马文生 也赶到南京 当然 李兹醒 倒也不好意思 以此让大明朝堂完全转型为江西同乡会 余子俊 李敏 刘建等非江西级官员 也曾被他密封推荐 余子俊接替马文生为兵部尚书 李敏任户部尚书 刘建后来还是红制正德名臣 地下组织部长还算有点识人之才 明朝六部尚书 加督察院长官合称七卿 之为正二品 为明朝政府文臣中最高的行政长官 成化末期 七卿中有李玉 于子俊 李敏 谢一魁 刘夫五人的升迁 受李兹醒左右 史称 清子多出奇门 除败或有奇异 当然 也有官员因为得罪了他 而被贬官的 江西军府敏归 发现南昌 赣州一带豪门大族的家仆 多行不法 要连坐其主人 这事儿必然触犯到朝堂上 一杆江西老表们的利益 引直给李兹醒打了个招呼 明归就被一道旨意贬到了广西 不过 李兹醒的好日子不长 成化二十三年 县宗皇帝驾崩 年仅四十一岁 很有可能 李兹醒一该人等 给县宗猛贯丹药 想必其体内 签 拱 流 含量大大超标 最终英年早逝 即位的李宗朱又棠没有客气 登基没几天 就把李兹醒 邓长恩 赵玉芳等方式 发配到甘州去充军 李兹醒还没等到上路 就因不胜考虑死在狱中 然而 李兹醒对明代政治的深远影响 远没有结束 当他和彭华等人排斥隐民时 汉林市长焦方受到牵连 被贬为贵阳州同志 焦方从此对江西人恨之入骨 郑德朝 焦方为大学士 裁剪江西乡市名额五十名 后来甚至发展到 把整个南方人都恨上了 他还做了一幅 男人不可为相徒 敬献给全焉刘锦 南北互相报复 捧党之争 就此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